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傳秦剛和王毅有血海深仇 拜登政府曾調查秦剛的情婦 傅小田 前日本駐華大使撰寫回憶錄 報習近平掌權前後的巨大轉變 楊恒均起訴出曝光 指控他曾向臺灣軍事情報局出售40份機密文件 也坐實了他有中共國安的背景 中共前外長秦剛去年6月突然失蹤 事件的內幕仍然不斷發酵 美國媒體日前披露 秦剛與王毅有血海深仇 傅小田可能是英國間諜 他的間諜活動可能威脅到了秦剛 秦剛突然失蹤 各國都感到困惑 甚至連美國中央情報局也不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 《華盛頓郵報》12日刊發 《追身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提斯》的一篇文章 他採訪了一名美國高級政府官員 一名美國前官員 還有一名外交官 文章說 秦剛與中國大外宣記者傅小田的婚外情 開始於2010年他們在英國工作的一段時間 2022年 兩人通過一名美國待遇媽媽生下一個男孩 秦剛曾做過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2017年出任中共外交部李賓斯司長 負責安排習近平的出訪行程 一位美國官員稱 在這個崗位上 秦剛與習近平建立了密切關係 因此 秦剛在短短幾個月內試圖三起跳 秦剛的妻子林彥與彭麗媛之間的私交 也推動了秦剛的快速升遷 這位美國官員表示 林彥為彭麗媛親手做月餅 就像一家人一樣 然而 秦剛的快速升遷不僅激怒了他們的同僚們 也導致他和王毅之間的關係緊張 他將秦剛和王毅之間的關係形容為學海深仇 一位前美國官員表示 中方官員認為 傅小田擔任英國特工十多年 他的間諜活動牽連到了秦剛 分析認為 如果傅小田是英國間諜 而秦剛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和他交往 無意中可能會泄密 那將涉及叛國罪 對秦剛來說 無疑是當頭一棒 對於傅小田是不是英國間諜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透露 他們已經要求中情局和英國政府核實這些謠傳 但是沒有得到證實 秦剛在去年6月失蹤後被捕 並接受調查 這位官員透露 秦剛不知道傅小田是間諜 在得知這個消息後 他試圖輕生 據報導 秦剛住在專門為中共高官提供醫護服務的301意願 去年傅小田也失蹤了 可能也被中共當局逮捕 投入監獄 旅家中國問題專家盛覺表示 過去中共高官落馬 一般當局都會給一個理由 儘管有些理由是胡編亂造的 或者是似是而非的 但是總會給外界一個說法 現在秦剛 李善武等人出事 官方都沒有給出一個說法 這凸顯了習近平的韌性和乖章多疑的性格 他不在乎程序 也不在乎常規 秦剛被免職的原因 官方至今沒有公布 最近 中共駐歐盟是團團長傅聰 罕見回應了秦剛事件 稱官員做錯事 被免職不足為奇 間接證實 秦剛是因為犯錯而被免職 傅聰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 被問及秦剛被免職引發各界揣測 他說 人事變動不足為奇 歐洲政治人物也會被解除職務 如果他們做錯了什麼 那結果就是這樣 但這不代表我們的政策有所改變 這件事不會影響我的工作 前日本駐華大使 錘秀夫 在去年12月卸任 最近 他應《文藝春秋》雜誌邀請 一連兩期撰寫回憶錄 係數他在任期間 受到中共多次不禮貌的待遇 並描述了習近平掌權前後的轉變 錘秀夫第一次見到習近平 是在2009年 當時習近平給他的印象是很謙虛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習當年還是中共國家副主席 那次是他仿日首次見天皇 當時任中國課長的錘秀夫負責安排嘉賓到總理官邸出席晚宴活動 習近平挨個桌子去打招呼 有70名嘉賓 錘秀夫負責帶路 他說 習近平一直在繞桌子 他對每個人都非常禮貌 即便最後都有點超時了 習的臉上也沒有展露 絲毫不滿 因此他對習近平的印象很好 然而 在6年後的2015年 錘秀夫陪同自民黨總務會長 二階俊博訪華 與習近平再次舉行了會談 這時的習近平已經相當難以接近了 他周圍的安保工作變得極其嚴格 身邊有多名世衛保護 保安戒備 明顯比胡錦濤時期嚴格 很難近距離接觸到他 錘秀夫是從2020年開始擔任日本駐華大使的 他說 這4年來習近平的安保工作更嚴格了 以前中國是一黨專政的體制 現在已經變成習主席一人專政了 中共十八大後 習近平剛上臺時顯得自信滿滿 倡導領導 脫稿講話 不准念稿 當時習脫稿說話是家常便飯 然而 2018年10月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 一向注重自己形象的他 會談時竟當著眾多記者的面讀稿 自媒體評論人士石濤表示 自從習近平在2015年第一次育兵前 先去祭拜毛澤東的屍體後 他就像變了一個人 有時會隨口說些不該說的話 所以他就用念稿來避免說錯話 石濤說 習近平的變化太大了 也相當的可怕 我還是那句話 妲己是女人還是狐狸 這是個問題 愛與習近平已被邪靈附體 澳洲籍華裔作家楊恒均被中共指控間諜罪 被判死緩 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日前 楊恒均起訴書在社交媒體上曝光 做時他有中共國安背景 楊恒均被指控在香港等地向臺灣軍事情報區出售40份機密文件 收取間諜清費 合計港幣440萬元 從楊恒均的公開身份看 他是澳大利亞公民 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在國際上有較高的知名度 中共處理他 不僅涉及他本人及其家人 還涉及中澳關係 中美關係等 因此 輿論認為中共對他的判決過重 中共為什麼重判楊恒均 近日這個謎底揭開了 日前 美國民運人士陳闖闖在X平臺 貼出了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2020年 對楊恒均的起訴書 起訴書稱 被告人楊君於1994年4月至2002年間 為謀取高和間諜經費 直指女友吳彥彥彥在香港郵寄投靠信 與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區勾填 接受臺灣軍情局人員 蓮榮宗等人布置的 為臺灣間諜組織蒐集提供情報信息的任務 並佩服畫名 江平及專用通訊聯繫地址 起訴書稱 楊君利用在海南省國家安全廳工作便利 通過戒約後進行拍照 拷貝等方式 獲取設齊中共國家秘密的文件資料 製作成錄影帶或電腦瓷片進行儲存 夥同吳彥彥或單獨多次與聯絨宗等人在香港等地見面 先後將存有40份文件資料的錄影帶 電腦瓷片提供給臺灣軍情局 收取間諜經費22萬美元以及270萬港幣 楊恒均身兼時事評論家 網路作家和學者身份 自稱民主小販 卻是中共國宴上的座上賓 2014年9月30日 中共國務院在北京舉行建政65週年國慶招待會 出席這次招待會的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等 這是中共最高規格的國宴 楊恒均應邀出席 這表明 他與中共的關係非同一般 是得到中共最高層認可的自己人 中共為什麼要重判楊恒均? 評論人士王友群分析有兩個原因 首先 有港媒爆料稱 楊恒均曾是效忠江派的海外特工 他這次翻船 是習近平清洗江派特工的動作 報導說 中共國家安全部長期掌控在江澤民的江派人馬手中 2016年 前中紀委副書記陳文青調任國安部長後 並開始著手改組國安部 並清洗效忠江派的海外情報人員 楊恒均被列入清理之列 另外 習近平也想藉此警告台灣 可能要對台灣下重手 台灣是習的一大心病 習一直想通過統一台灣 去理它在歷史上的地位 習上台11年多來 在台灣問題上不斷發力 甚至極限施壓都沒有成功 從起訴書的內容看 主要涉及楊恒均向台灣軍情局出賣機密文件 沒有說他向澳大利亞出賣情報 也沒有說向美國出賣情報 顯然 中共當局是把台灣當成了一個重要靶子 利用嚴懲楊恒均來警告台灣 楊恒均重走了中共高級間諜潘漢年等的老路 潘漢年被判無期徒刑 最後被監禁致死 楊恒均被判死緩 如果不出意外 也可能被監禁致死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 訂閱 留言 並分享給您的朋友 試試變換 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